佛言当中他还是一种佛 会不会有责备的念头 没有 有责备的念头 我们自己已经堕落了 是凡夫 凡夫他有烦恼 他有妄想分别执着 他才会责备人 佛菩萨这个断干净 所以佛菩萨不会责备造无利食物的人 造作无利食物的人 临命忠实 他念这几句阿弥陀佛求生净土 他还是发生 问题就怕他不相信 他不肯念 那这就没办法 那就没有言 阿弥陀佛发四十八言 我也发四十八言 我跟阿弥陀佛同念 同心同意 同德同行 阿弥陀佛慈悲到极处啊 心目当中看一切众生 都是佛啊 像华言经常所说的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他现在迷了 无论做什么措施 做了无利食物 佛言当中他还是一尊佛 那会不会有责备的念头 没有 有责备的念头 我们自己已经堕落了 是凡夫 凡夫他有烦恼 他有妄想分别执着 他才会责备人 佛菩萨这个断干净 所以佛菩萨不会责备造无利食物的人 造作无利食物这个食物的人 临命中时 他念这几句阿弥陀佛求生净土 他还是往生 问题就怕他不相信 他不肯念 那这就没办法 那就没有缘了 我们本来跟阿弥陀佛一样 所以要学 这就是修行 不懂事的时候 迷惑颠倒的时候 我们会责备自己 我们也会责备别人 尤其是毁谤 毁谤我们的 侮辱我们的 羞辱我们的 陷害我们的 我们有没有怨恨 肯定有吗 不但有怨恨 还得想办法去报复 那就制造的怨怨相报 没完没了了 觉悟之后 这些境界限限 心地还是清净 丝毫不染着 若无其事 这就真的是功夫 这世界人家修养 若无其事 为什么他能够这样若无其事呢 因为他了解四世真相 四世真相是什么呢 是般若经上所讲的 一切法无所有 毕竟空不可得 你要是记在心上 你错了 你跟他的迷惑是一样的 所以你才会记在心上 你根本不走心的时候 那完全不一样 他用心意识 你用戒定会 那怎么会一样 他用的是妄性 你用的是真心 真心是亲近平等觉 所以你才晓得佛菩萨 那就真相 至相 不但六道里面找不到 四圣法界也找不到 到哪里去找 到一真法界 到十报专业图 他们是主十报图 视线在人间 跟我们住在一起 活光同城 实际上 他还是住 十报专业图 我们凡夫 住六道轮回 他住十报专业图 绝对不是说 他从十报图 退到这里 没就会死去 无量无边伐界 是重叠的 一节识都 多节识一 同时 同书 重叠又不妨碍 这是华业 社学门的境界 无量寿经 古大德 又称他为 叫中本华业 为什么呢 无量寿经 也具备了 社学门 下面我们会学到 随其和善和定 这是念佛功夫 我们必须要知道 我们从散乱 要念到 清静心先前 这个中有 清静心先前 那一定要经得起考验 瞬间 你是不是还有欢喜心 有没有贪恋的心 有这个心不信 你在散 你不在定 逆境先前 你有没有怨恨心 有怨恨心 你还是这三 你没得到定 得定 你才有把握 不得定 没把握 这个关系太大了 临终一念 不识佛号 肯定又高轮回去了 这一下掉到轮回 这个坑里头 不知道要经 多少生 多少节的灾难 你才能回得了头 把这个事实真相 搞清楚了 这世间的事 你就会 一切放下了 再没有一桩 事情就定 我们要帮助别人 要度众生 首先想想 自己度自己 都度不了 拉什么去度人 那是假的 不是真的 真正度众生 就是度自己 自己度了 就度了众生 为什么 人家看到你这个样子 就跟你学了 信心升起来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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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